我们边看画面同时欣赏一下精华实算的花枝 这是我花了两年时间把每一时期的变化记录下来 为了就是要把它的一个世代循环完整的呈现分享给大家观看 由于精华实算Golden Ligeris已被列为濒临结种的稀有植物 在野生环境已经很少看到它的踪影了 当您看到这影片时 期望有这个荣幸邀您一起与自家阳台栽种精华实算 共同做个保育之功 也为地球贡献一点心力 精华实算长满绿叶时 还真像是种在石头缝中的一株大蒜 每年的4到5月 它的叶片就会开始枯黄脱落 进入休眠期 如果没有仔细观察 还会以为已经挂掉了 而这段休眠期要到9月才会抽花梗开花 开花时就不长叶子了 开花期可延续两个月之久 发泄同时 种子也随之膨胀鼓起 之后植株的叶片才会再长出来 开始进入生长期 一直到了隔年4月到5月间 叶片又会开始枯黄脱落 这样才算走完整年的生态循环 种植期间 球根完全留在盆土中就可以 不必像郁金香之类的球根植物 需要挖出来风干 在冷藏处理哦 我们就从球根开始说起 这是我从土里挖出来的球根 球灵分别从1年到4年 一般4到5年后就可开花 并可分株长出小baby了 随着叶片慢慢长大后 小baby也会膨胀 变颗小球根 休眠后可继续留在土中继续培养 或将其分租后来分盆栽种 如药盆栽可采用6寸盆 使用一般沙子狼土或培养土即可 栽种时将球根埋入土中 球肩部分露出土表约1至2公分 喜阴耐寒半日照可 生命力强容易栽种 金花石蒜为陕形花絮 每一花匣约有8至9朵的花苞 属雌铜体 可人工授粉以增加硕果种子 这是雌蕊 这是雄蕊 人工授粉时先将雄蕊取下 或直接将花粉沾到雌蕊柱头上 授粉后花瓣容易卸掉 脂肪开始膨胀突起 装满种子 一个月后我们可剥开取出种子 成熟种子为黑色 较嫩的种子呈白色至棕色 但过几天就变成黑色了 经过多年栽种的累积 今年可说是大丰收 共采收了16只花梗 每只花梗约有15颗种子 我们逐一地将硕果剥开取出种子 约略采收了200多颗种子 剥开后可直接种在培养土 上面覆盖一层薄土后再浇水 大约一个月就会先长根 露出白腿 接着长出新叶后 就开始进入整年的生态循环 经过4到5年的成长循环 就可迎接花朵的盛开咯 如有兴趣还可以等着采收种子 再培育出小苗 那就更有成就感咯 来吧 做个保育之功 随时启动 Go